如果你觉得你的水晶没了,立刻上来找我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,我每天会准时十二点钟和你见面 你带的水晶带了三个月,还未显化到? 那你就要上来找我Peter Sir讨论 这个世界水晶其实是千奇百怪,五花百门 什么类型都有,无论你选择什么水晶或者精石都好 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帮助你,达成想要的愿望 例如金钱、健康、事业、姻缘等等 但很多时候水晶显化都未如理想,为什么呢? 它是不可以完全将愿望显化变成现实 或者完全没有一些显化的迹象,一点都没有 原因呢,今天跟大家讲讲,有几点的 我会为大家分析一下,第一,对待水晶的心态呢 你有没有对水晶有100%的信任? 很多朋友呢,带了水晶呢,只是抱持一些心态 觉得它可能帮一下忙,或者试一下,有机会嘛 水晶是否可以帮得上忙呢?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,水晶的显化效果是会有限度的 更有机会没有任何的改变,因为水晶是一个心想事成放大器 也都是一个心想事成的很好的工具 简单来讲,将你心中的愿望呢,放大并且变成现实 将你所想的呢,吸回来 心念越强呢,水晶能量就当然是越强了 愿望就越快实现 这个记住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你必须要,我很相信,100%相信水晶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的 这样呢,就会显化改变实想 第二,你的水晶有没有根据我所教导的方法呢? 有没有已经帮助它消耻、淨化和充电呢? 这些基本的事情一定要做,我讲过很多次 如果这个水晶买回来呢,是直接,我只带着而已 而是没有跟它连结,去立愿望 这样的话,水晶根本是不知道你希望些什么 就好像你想得到金钱,但你从来都不跟它说 水晶是不会猜测到你的心意 一定要记住,水晶连结 每日,讲给水晶听,希望我要达到的目标 效果呢,才会显现显化的 如果呢,还有些不明白的话,好了 请你到我工作室,我慢慢再教你 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来自我们内心的声音呢? 嗯,没错,这些就是高我的声音了 当你有疑惑,或者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呢 它都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那怎样跟高我连结沟通呢? 跟高我连结之后又做到些什么呢? 那你就要报我水晶连结公告课程了 我保证你会有意外的收获